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就是095 這個中國海軍新式的095型潛水艇 下水嗎 這是英國的這個媒體爆料 拍到了一樣在這邊 是個衛星照片 這跟我們看到003一樣 都是一個衛星照片放大 然後這個003的時候 還看到上面的標語有沒有 那這個095放大之後 大家看到的是什麼呢 說這裡還有一些遮蔽的帆布 把一些這種這個指揮塔的後部 前進的尾部 覆蓋綠色的帆布 那剛剛賓哥講到 搭載了很多新式的設備 這個潛射的垂發裝置 這個推進新的推進進術 然後潛射巡航飛彈 最大射程有3000公里等等 包含它的靜音能力 可能也比過去都還要好的很多 那看到了新式的095型潛水艇 我們不得不想到的就是 我們提過好多次 美國正在打造的 哥倫比亞級的核潛艇 那當然這也是世界上 會是最先進的潛艇之一 那針對095 現在照片也曝光 當然大家都各自有解讀 這個中國095型的核潛艇曝光 可能可以突破第二島鏈 我記得亮哥在上禮拜 講003的時候 這個福建建的非常精彩 亮哥提到了 其實003因為它不是核動力 大使也提到 它沒有辦法突破第一島鏈以外 因為它需要補給嘛 你帶一個補給船 那我就專打你的補給船 我就保啦 把你的油料打掉 把你的燃料打掉 把你的水食物打掉 你再厲害的潛艇也沒有用 因為跑不遠啊 你得回去加油啊 所以到第一島鏈 你可能防得住 中國有093啊 對啦 還有093B 它核潛也蠻多 總之這個095就是說 現在可能變成 可以突破第二島鏈 雖然美軍其實蠻關心的 還有這個攻擊機潛艦 可能成為海軍的水下主力 的主戰力量 剛剛賓克提到 噪音是大幅下降 號稱靜音全球第一 095型的這個潛艇 據說已經神秘出海釋航了 那剛好6月19號 也是這個中國解放軍 他們的潛艦部隊成立68年 所以是個象徵意義啦 那另外講到的就是003 因為我們上禮拜提到 003上面搭載的可能是殲-15 或是殲-15T 那當然啦 殲-15 殲-15T 你要去對上 美軍比如在福特號上面的 這個F-35 那真的是 這個孫子 很壯的孫子 打一個比較老的爺爺了 差兩代的機種 兩代三代 一代兩代的機種 其實相對是 戰力是落後很多的 所以現在有講說 是不是未來 當然也是要你的 這個飛機的數量夠 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潛艇上面 可能搭載的會是殲-35 那殲-35 對上F-35的話 那戰力上可能 就比較有得比拼的 所以我們從095到003 再包含 中國大陸的這個陸基中段 反導彈攔截系統 五次成功測試 要當世界霸主 拳頭不大 還是真的是不行 這個主要是 他能夠配載的武器 因為 心一定是 比如說配載 這個潛射的反艦導彈 那 你也知道 這個潛艦 反艦導彈 比如說 這個多 如果說連 英級21那種等級的 也可以放進去 那就是可以射中程 對不對 那如果是核彈頭 對不對 那你就會變成 就是 基本上 因為核子潛艇 你不會知道他在哪裡 對 你測不到 那他就會變成是 航母殺手 不可測的航母殺手 這個 應該是說 所有的作戰艦 包括航母在內 就是 你就多了一個 不知道 不知道在哪裡的攻擊來源 所以他一個 那個航母戰鬥群 其實也會配一艘 核東力潛艦在下面嗎 對 我上次看中國大陸 好像是 美國也是這樣配的 核東力潛艦他已經有 蠻多艘了 就是 航母戰鬥群 會配一艘在下面嗎 打對方的 那個一定要有 還有另外一個是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 潛射魚雷啊 你要幫他守啊 對 人家也會打你啊 你會打別人 人家也會打你啊 我現在只在講說攻擊啦 他一定會有一些 潛射的導彈 是反艦的啦 那甚至可以射很遠 那 你剛剛看過那個 蘇聯那個 那個什麼 潛艇那個電影嗎 不是那個艦長叛變嗎 獵殺紅色十月 對對對 那個潛艇就變成 十二康那來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國界啊 對對對 是 因為他有核彈頭啊 對不對 那他就可以對全世界做威脅啊 所以潛艇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大家都很難守的武器 那這個 所以為什麼會在南海爭霸 為什麼會在西南海域 為什麼要來看西南海域 藏了什麼東西 你說美加號的飛機 飛啊飛的 飛啊飛的 不然中國大陸 為什麼要飛到台灣的西南海域來看啊 而且反潛偵測 為什麼要到這邊看啊 因為這邊有一個斷層嘛 對 就是直接就生下去 看有沒有都能藏在裡面 都能躲在裡面 因為台灣海峽是沒有辦法藏密的嘛 台灣海峽很淺嘛 所以不適合潛艇 來這邊活動嘛 太容易被發現 對所以 潛艇要嘛就是 為什麼台灣重要 因為蘇澳 那個水深夠啊 蘇澳是一個天然軍港 所以對中國來講啊 我是說為什麼台灣對它很重要 事實上不是只有台積電重要 它如果拿到台灣 它就直接進入第二島鏈 對 而且它的核子潛艇 就直接從蘇澳港出發 直接在東部 就美國連抓都抓不到 對 對不對 所以 南海當然也是如此啦 所以它為什麼要填海照路啊 就是南海的水也很深啊 就是菲律賓那一帶都很深啊 所以 基本上就是潛艇的活動區域嘛 那台灣海峽是沒有秘密的 台灣海峽都看得清清楚楚 對 所以 所以重點就是說 它095大概會搭載哪些武器 對 這個才是關鍵 那如果那些武器是有核彈頭 那射程可以超過一千公里 那就不得了啦 軍武禁足就是如此的有趣 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我們提到 美國當然還是世界的這個軍武強國 那現在日本 是不是也想變成軍武強國呢 我們來看 日本最近 動作真的很多 之前不是說要跟中國大陸 比拼這個誰的軍費比較多 誰比較有錢 誰花比較多錢 在這個國防預算上面 還要當亞洲的這個軍武強權啊 這跟過去你 對日本的印象不太一樣 二戰之後 日本的航母特混編隊 最大的原海行動 不得了 你看看 這一個陣容擺出來 這不是要開戰是什麼 出雲號 物語號 高坡號 驅逐艦 還有潛艇 還有空中各式的反潛機 電子訓練機 水上救援機等等的武力 甚至配了官兵近千人 當然啦 這一次的出巡 他不是要去打仗 他要幹嘛 他要去參加環太軍演 可是擺出了陣容 讓大家嚇了一跳 那甚至呢 岸田文雄最近也對 日本的軍武未來 布畫了一個藍圖 這個藍圖你光看 你可能以為是美國 還是歐洲的軍事強國 你不會覺得是日本 首先 軍費提高到北約國家的水準 要占到GDP的2% 再來要研製第四代的戰鬥機 還要研製彈道導彈 巡航導彈 難道日本在二戰之後 要全面追求軍事化 要擺脫美國的控制嗎 因為日本二戰之後 是永久戰敗國 所以他的軍事發展規劃 都是美軍控制 所以美國可以任意在日本 放他的軍事基地 也造成日本很多的治安問題 所以當日本要做這件事情 是美國同意的嗎 是美國讓它自主發展 甚至要發展核彈 發展核潛艇 是美國同意日本發展軍事實力 來幫助美國在亞太地區 對抗中國大陸嗎 我總是有個疑問各位 當日本如果真的發展起來 那倒楣的應該是美國吧 美國就再也 日本再也不受控 你再也控制不了美國了 再也控制不了日本了 所以日本的軍事 最近的這種軍武意識的抬頭 其實滿值得亞洲地區國家關注的 當然中國跟俄羅斯 是不會隨便讓你長大的 我們來看 你看在6月13號 日本就包含出動的055 我們的大區 還有052D 還有包含903A型的綜合補給艦 出現在了對馬海 經過對馬海峽往日本海北上 那這個動作也讓日本跳腳 你要幹嘛 你想幹嘛 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包括俄羅斯也是 俄羅斯在這裡 是6月18號 有7艘的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艦艇 在東京以南附近通過 上一次通過是去年10月 去年10月是什麼事情 如果沒記錯應該就是什麼 綜合演訓還是什麼東西的 去年10月通過 那這一次又這麼大規模的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 通過日本附近的這個海域 是俄武戰爭之後 是日本要講 我們要發展最強的軍事武力之後 所以中俄也沒打算 要讓美國身心如意啊 等著日本崛起去反傷害美國 不如我先把日本先捏死 但是 其實日本本來二次大戰都認為 他戰敗過 而且他的軍隊改成自衛隊 就因為日本軍力很弱 其實日本事實上 二次大戰以後 軍力還是在亞洲直牛二 而且他的海軍軍力 長期是超越中國的 所以最近幾年 中國大陸才趕上的 所以日本現在有一種 有一種焦慮 也就是他在這個 本來他佔優勢的 尤其海軍 他現在被大陸趕上去了 所以他現在這個心理上 是有一點點不是味道 那日本現在面對一個問題 就變成就是說 現在大概談到日本政局 都講到就是說 安倍跟這個岸田文雄的 明爭暗鬥 本來岸田文雄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說岸田文雄一定是 短命首相 可是他現在做得不錯 因為他的這個 他這個是要細田派吧 我覺得 對 細田派 他的細田派只有四十幾席 那那個安倍他們那一派的話 有九十幾席 一倍多 一倍多 那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岸田文雄要保住這個位置 不要讓安倍他這個 隨時就說把他這個趕下台 安倍文雄 我認為這個岸田文雄 他的一個策略是不是 岸田是洪池派 洪池洪池 對 細田是 安倍是細田 細田 他是洪池會 對 洪池會 那所以這兩個派系 實力差蠻遠的 所以我的觀察 我認為岸田 基本上今天 為了要跟這個 安倍派 分庭抗理 他是非常強勢 以這一次的 香格里拉會談的話 來講的話 這個岸田文雄親自出席 去香格里拉做這個 主旨演講 發表主旨演講 我認為某種程度 就是不讓安倍的老弟 岸信夫 現在日本的這個 國防部長專美於前 也就是國防事務的發言權 對不起我也要搶 然後呢 我國防事務 雖然我不長在我自己人手裡 讓你安倍的老弟 岸信夫 一手在那邊把握 中國這個地盤 可是重要的 要出頭 要發言的時候 我 岸田文雄親自出馬 岸信夫 就算你是安倍的弟弟 你還是得聽我的 你聽我的 我是首相 我是首相 那外交方面呢 零 零方正 這是他自己人 所以他在這個安全 在國防跟外交上 他是一個強勢 他不但他自己的行為強勢 他的政策上看起來 也不會比安倍稍微弱勢 這個是出大家的一些意料之外的 我覺得除了他自己本身的防衛跟安全概念以外 外交概念以外 他跟這個 安倍的內部的民政暗鬥也是一個原因 可是現在日本現在這個政治議題上 還有一個大議題 這是安倍一直沒有辦法達成的 就是修憲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看起來岸田文雄也要在這上面 把這個安倍的光芒也要搶過來 那所以這一次的這個俄乌戰爭 很多人都覺得說日本人瘋 你跟俄羅斯這樣子鬥法 你可以嗎 事實上他就是硬死出頭 然後跟美國走 而且跟美國亦步亦去的走 把過去日本花了很多功夫 尤其是安倍跟這個普丁兩個人 建立的私宜的俄日關係 完全拋出 可是我認為他的外交政策 不是他的整個的這個政策裡面 初中有細 也就是說他留了一手 也就是說這個所謂的薩克林 這個油氣管 他基本上他沒有斷 基本上他還是考慮到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這個岸田文雄 不要小看他 我覺得他事實上 在很多外面的這種情勢 在內部跟安倍做決戰 所以他現在已經存活下來 而且看起來 他這個領導的日本政府 在國際上還做得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怎麼講 能見度 有一定的表現 雖然他是站在爭議的點上 可是對於日本民眾希望日本 不要再做一個政治侏儒的角色 這樣子的心理 我覺得這個岸田文雄做得算是 做得不錯 這到底他過去 這個當外長 當了很長一段時間 他對國際政治的拿捏 他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日本 我覺得他們最近在做 那當然這個俄烏戰爭 日本採取的立場 還有日本從這個安倍以來 走上軍國主義的路 當然跟俄羅斯的關係 跟中國的大和關係 不會好只會壞 當然是一定的 那其實在俄烏戰爭開打之前 事實上你記不記得去年大概10月吧 就是說第一次的中俄的艦隊 已經聯合繞日本一圈 那現在前上個三個禮拜左右 就是這一次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6月18號俄羅斯軍眷去繞 上一次就是中俄軍眷聯合去繞 是去年10月啊 對 繞日本走那個金青海峽 到這個到大禹海峽繞一圈 所以我覺得東亞的這個情勢 隨著日本的政局 還有這個俄烏情勢 將來會比較緊張 會進入到新的軍備競賽 而這裡面投注最多會是日本 可是問題日本這個國家 在經濟上現在並不是一個 處於一個很好的情況之下 是啊 那麼投注大規模的這個 這個軍事經費 是不是會得到他國內的 老百姓的贊成 還有他基本上走非和平路線 再武裝的力量 日本國內也有很強的反對力量 所以這日本的整個發展 我覺得值得我們觀察 好啦慢慢觀察 反正隔壁而已嘛 來我要先最後一頂時間 給亮哥之前我感謝一下 謝謝這個美蘭姐 謝謝你的donate 還有這個陪人舒實 媽媽感謝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謝謝這位朋友提供一些 這個軍事相關專業知識 另外謝謝馴玉 謝謝你 今天有破3萬 今天有到3萬1 將近3萬2 來我們最後一頂時間請亮哥 日本不好做人 因為夾在美中俄之間對不對 這個介教室講的對啦 阿田文雄他現在民調還高達6成 上台半年還有6成 確實 20年來第三個 所以不容易啦 他確實 所以我覺得中 俄美中間他還是有一定的平衡 他對中國也沒有講不好聽的話 他都做的 他都視可而止 我覺得他動作很多 對 我覺得他動作 他這種嘴炮倒是不多 他跟安倍不一樣 安倍就直接衝中國來了 安倍下來以後更衝 更衝 好啦謝謝大家晚安 記得要買東西輸入CTI273 那明天同一時間 感謝各位 再鎖定正常發揮 今天沒講到明天繼續講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買這個烏化器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